然后还让属下给您带句话 他说 他说你没没没 王爷这个是 卖额拿回来的银钱 说 说 说什么 娘子昨日说 想吃岭南的猪脚醋 我一早便备下来 快尝尝 我不过是随口一说 林妈妈真是有心了 家主啊 总说您太瘦 如今镖局竟卖出去 家里也该多添几道肉菜 怎么 味道不正宗 太正宗了 这甜醋难道是 岭南的 老奴啊 去集市上找了一圈 起初是没有岭南的甜醋 老奴也想着 就爱娘子说的 用红糖对陈醋来做 可您猜怎么着 刚过了半个时辰 有个货郎啊 追了几家铺子找到老奴 说他那儿 刚好有岭南来的甜醋 价钱也不贵 哎 您说老奴这是走了什么运哪 竟遇上这等子事 黎妈妈 胭脂鹅仆您会做吗 胭脂鹅仆 是 王爷 照我说就是您给这柳男子给宠 这嘴也太吊 乌宗霍眼鹅 瞧将那婆子 点名要之鹅 可属下在北州城 集市赚了一整日 也没找到那乌宗霍眼鹅 要不王爷咱 拿个别的鹅 顶替一下行不行 去 驾 驾 他来我府上闲扯半日 就带走了一只鹅 他到底想干什么 许致吃不惯北州的饭菜 华阳王另外带的两个手下 这几日都快住在北州菜市了 看不出来他还是一个老涛 胭脂鹅脯 好肥似的鹅啊 让你买点好吃的 你可真敢买啊 家主 这只鹅不贵的 胡说 我是彪过真情的 像这种肉质品相 最少也得两罐钱 两罐钱 这 这可够我们一家五口 吃好些日子了 免堂啊 你是在京城 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的 可这是在北州啊 这家可寄不起这么挥霍呀 我觉得 要不我给家里贴些银钱用 二舅母真是多虑了 你妈妈说 这只鹅才二百万 一斤二百万 是整只 那猎户就是这么卖的 这肉很新鲜啊 确实好吃 这鹅可太香了 多吃点 外族夫 明日再买一只炖着吃 吃 吃吃 吃 爹 吃 这炊腥猪就是鹅赏本王了 rà 你 你 你不是说淮阳王在北州王那儿 不会有什么好鸽子吃吗 人家现在日日从北州王府那儿 拿些山珍海味回去 就连乌宗鹅都吃上了 这 我跟你自己说的呀 谁说的 幽州 在今时今日能有与北州 齐头并进的地位 是本王几十年的心血所致 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州 在占了便宜之后一记绝尘 将我幽州甩在后头 听好了 对北州的探报 由目前的三日一报 改为一日三报 北州王若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必须立即快马来兵 是 王爷 家主啊 昨儿可吃得好 打扶我再拿一只 来来来 额都没卖 你就想走 回去可怎么交差啊 帮兄弟 你这圈胡子可不衬脸啊 我 下回住院 他竟敢跟来北州 柳娘子 瞧您说的 王爷南城北战的哪儿不去啊 你这回来北州 办差事 办差事 那怎知 我喜欢吃什么 是在我身边安插了饮味 还是收买了哪个下人通风报信 没有 不是 都不是 你就 就是 巧了吗 我都不行 但实则也是一片好心 不是给您下毒添堵 知道您爱吃这个 王爷亲自给您寻的 有娘子您就发发善心 莫要问了 我这 胡安 交差了 还有 王爷 柳娘子 给了比平日高一倍的价格 把鹅买走了 还把前几日 瞧瞧那婆子买鹅的差价 也一并不齐了 嗯 嗯 然后还让属下给您带句话 他说 他说你没没没关系 王爷这个是 卖鹅拿回来的银钱 说 说 说什么 他 他 他说跟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不想再欠您人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eme' verk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